你會不會選擇嗎? 你會選擇嗎? 就我之前帶的一個線上平台 通常時薪大概會是落在三買到五買之間 不管是團班還是one on one 一對一 都是這個價格 不會有所改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勃削 那我覺得老師的價值不應該被這樣所考驗出 我在这平台上 因为没有所谓的主板环境 公式职场文化架构框架的限制下 我可以对学生更多的关系 因为教学本身并不是传递知识的过程 身为教师最重要的是 他能不能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 跟喜欢上学习这件事情 是AT让我看见不明的课 刚开始就做平台 大家老师所接触到的一定是 我擅长什么 可是这个平台不是只要我们的教学能力而已 我觉得老师可以定位自己 你其实就是业务 可是你做的很不一样 其原因是什么 你是销售自己的产品 而不是销售别的公司想要给你产品 不是,你就是自己的产品 的确我遇到有些老师 他不喜欢行销自己 他觉得教学本身 玩到自己卖课是一件非常冲突的一件事情 在这平台上除了老师业务团队管理 或者甚至是跟公司内部的人组织 去做互动协调把你的相报提供出去 这或许是身为一位原教师 不管是实体或是线上是很难触到的一件事情 这个可以让我了解到 其实我们可以挽挽整整的跟公司做密集的互动 我们其实不是他聘请的员工 我们其实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 彼此互相扶持 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 不应该被实体环境或是时间所放假 线上交易的时间会是很自由 你自己可以自己决定 你是比较注重体业生活呢 还是你比较注重的是利益的报酬 你想赚很多钱做很多的投资呢 在AT这个产业我觉得 它是可以让你同时兼顾的 你可以发展事业 也可以发展生活的品质 你教权力够强之外 其他能力也要一个一个一个能力把它点容起来 那AT会给你所有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